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卦与子匠 流量明星大红之一势必会存在另一个群体在身边 就是讨厌到该明星做何事都会找到朝点的黑粉 黑粉会给讨厌的明星起各种侮辱性的外号 会在网上散播各种奇怪的黑料包 甚至会在社交账号上开专博 简直是把讨厌一位明星当成事业在奋斗一样 明星苦其黑粉久矣 奈何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 去打官子去告只会适得其反 仰子就是如此 越告黑粉越得意 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唯一有味的流量明星做法行之有效还有戏剧性 来看张一新脱敏之路 每一步都走得极其精彩 且极具幽默感 有人嘲讽他是白莲花 他就把大众心中的贬义词扭转为了中性词 在他在韩国做男团时 黑粉就散播不少关于他很装的黑料包 比如什么为首代言合约机场挨饿不吃老妈买的东西 再比如什么代言彩妆 却不知道什么是眉笔等 以至于黑粉天天叫他白莲花 说他很装很假来潮 开始他也挺无奈的 也试图解释 有人说我装 我可以装一辈子 因为这就是我 可效果极微 为了对白莲花尤其莲这个字脱名 张艺兴的干脆就是黑粉喜欢这个词 那他呢就更喜欢这个词 黑粉叫一次 他就干脆自用百次 不仅自己主动在社交账号上Q 我想开了 配上一朵莲花的照片 而后呢 也一发不可收拾 先是在综艺里呢 身披白袍演唱自己改编的作品 爱莲说 而后呢 把自己的四摊专辑就叫莲 词巨姿呢 在横店给莲这首歌 拍了一支高端大气的MV 简直呢 是把莲这个字 变成了口头专属词 到现在看来都不知道 张艺兴呢 是对黑粉脱名 还是乐在其中 无法自拔 他甚至呢 把自己养的两只可爱的小猫咪 组合成了一个叫 莲莲子的团队来玩梗 他的粉丝呢 在脱名之路中 也配合着他玩梗 结果就是黑粉吃瘪 白莲这个黑称呢 已经变成了中性标签词 甚至呢 还有几分可爱和贵气 在其中 如今在看他的那些黑粉呢 再也不敢用这个称呼了 因为一旦叫了 就相当于 在给张艺兴呢 宣传歌一般 毕竟呢 就是莲之爱 怪人爱 是人不分青红皂白 也难怪 除了那些白莲花的世纪外呢 黑粉很长的一段时间 朝他在综艺里卖人设 装纯情小绵羊 其实呢 张艺兴在别的节目呢 早就解释过 自己呢 在极限挑战里 带羊吃草的那段呢 不是他的本意 因为素材不够 PD呢 非要他放羊呢 去吃草 然后呢 又不受控配合 他才想出了 这么一个举动 来引导羊 可解释的作用呢 依旧微乎其微 惹得黑粉呢 更是上串下跳 有一位黑粉呢 在社交账号上 开号为朝阳 有将近80万的关注 把他更多的行为 进行扭曲的解读 也不知道张艺兴是不是从黑粉的身上找到了灵感 还是自己的主意 二胎专辑就叫SHIP 又把黑粉的活呢 抢先干了 还告诉外界 大家对小绵羊可能有些误会 绵羊急了 也会顶人的 到如今呢 他更是留下了一句名言给黑粉 白脸和黑粉 咱们也是CP了 莫名连爱起黑粉起来 干什么一下都变得毫无意义 除险呢 自己嫉妒快疯掉外呢 一无是处 无处释放的恶意 让黑粉宁愿黑白颠倒来看问题 可悲又可笑 还白给人家共性热度 归国四子 过去黑粉呢 都嘲讽他最不活 更是拿他组合ESO 那个一呢 不发音的梗 来嘲讽他是四子中呢 不发音那个 这次参加这就是街舞三 他又一步抢先的 把黑粉的活干了 直接给自己的战队 取名为核心武器 然后破骨表现心不发音 这谐音梗呢 玩的是又高级又好笑 黑粉呢 朝他是不发音的那个 他就又一次把黑脸戳破 随便呢 还给节目宣传了一番 他的粉丝呢 也被逗乐到不行 自己的偶像 想的那么开 还是要对黑粉生气什么 这次参加街舞三呢 也是不让粉丝操心 凭实力让街舞圈的大佬 骑刷刷 帮他反黑 节目播出前呢 就有大量的黑粉 在各大社交媒体上 朝他腿短 朝他来来回回呢 只会跳Chrome 节目播出后呢 一众街舞大佬来夸 黄景行 中国brink地狱人 汪坤冲 世界宽冠军 Chiss都同一时间呢 帮他开队杠金 说什么张一新跳舞 用力过猛 没有美感 这些毫无技术含量 还暴露词汇的评价 在这些大佬评价面前呢 一点不配 还显得黑粉 没见过世面 看张一新一路对黑粉脱敏 谁人不佩服 靠实力反黑 靠实力圈粉 莫名励志 努力呢 就是有回报的 他真的是靠自己在反黑 对于那些无脑的黑粉呢 不得不承认 人家就是白脸 就是着青脸 而不腰的脸 其实呢 真正有实力的偶像 就该如此 黑粉对家们 怎么黑他 吹自己家的爱豆 都不太有关系 真有实力的话 粉丝呢 都不用出马 参与粉黑大战 自然呢 有专业人士 出来帮忙 站台 这比各种开黑帖 起黑称 拉踩有说服力的多 不过呢 饭圈那套污名画 的确呢 该整顿一下了 万没有想到 有一天白莲花呢 会成为了黑称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人呢 都知道莲花在中文的含义 和精神指向 可现在呢 却把讨厌一个人 太真诚 太认真 就将仇恨捆绑在 这么美好的词上来伤害人 做明星呢 有人捧 有人批 很正常 无人有权例外 只不过呢 反对和指责 不应该成为 他人的人生攻击才对 张艺兴2012年 ESO组合出道走红 但是呢 似乎除了极限挑战 这一综艺节目之外 大家对他的了解呢 并不是很多 他出过专辑 拍过电视剧 也拍过电影 大家对他的评价呢 一直是有才华 很努力 但又没有什么 能够让人说得出来的作品 似乎在这样多才华模式下 也就越显得 他的核心能力不清楚 张艺兴在 我是唱作人2 节目中调侃自己说 是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是音乐人 耿直的郑君呢 直接回应 真的不知道 看似是一句调侃玩笑 但是郑君这句 大实话也挺扎心的 不过呢 在后续的节目中 随着对张艺兴的实力了解后 郑君呢反而表示 对张艺兴感到很欣赏 甚至呢 让郑君开始对偶像小鲜肉呢 也有了一些改观 过往大家更多的是 听说张艺兴呢 很努力 通过我是唱作人2节目 大家对张艺兴的唱作能力 有了新的认识 张艺兴呢 一直在坚持做热爱的事 并为此而努力努力再努力 追求极致 全身绑沙带的跳舞 把自己呢 从D班练到了A班 成为队内的舞单 舞台呢 越走越开阔 不久前呢 成为了中国街舞运动大使 实力和国民度不容置疑 出道至今8年 张艺兴呢 依然坚持本心 初心不改 即便工作再忙呢 每天都要腾出时间练习 不断地推出新的音乐作品 至今呢 已经出了40张个人专辑 这个月初 张艺兴的四胎专辑连发行 MV脚本是她自己写 自己当制作人 国风科技感相结合 拍的也很有质感 仿佛呢 在看电影大片 张艺兴说她不是一个隐瞒野心的人 她想在音乐作品上称王称霸 希望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呢 是做好自己 然后在自己所在的领域 做到自己能做的最好 并且不断地给自己提更加新的要求 去创新 张艺兴2011年ESO组合出道走红 但是似乎除了极限挑战这一综艺节目之外 大家对她的了解呢 并不是很多 她出过专辑 拍过电视剧 也拍过电影 大家对她的评价呢 一直是有才华 很努力 但又没有什么能够让人说得出来的作品 似乎呢 在这样多才华模式下 也就越显得她核心能力不清楚 其实呢 她一直都是有着清晰目标定位的人 她不仅仅希望自己呢 是一名唱跳俱佳的歌手 还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 她这几年也确实呢 是一直在朝着全能艺人的方向 在努力成长 好了 今天八卦与子教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 这小卦与子听不见 明天见 这小卦与子听不见